爱情与砖头,在香港地从来都很难抉择,近日和女性朋友喝下午茶时,他诉说数月前与男友分手,但他不断试图报,他决定约他到咖啡店长谈,经过一轮寒圈后,由他一句你有没有留意林郑新房屋政策,或破和谐气氛,依然遭住劏房的前男友点头,并表示去年已申请轮后供屋,他未等他说完, 就质问他有否为将来着想,并表示现时外来人口8万5问题严重,强国穷人申请供屋,专财及大学生抢租私留,富有的质抢购私留,加上香港上一代人的财富效应,楼价租金大跌机会狠微,他重新买楼财能免除业主每两年加租逼迁,以及揽收水电费用的风险。 当前男友尝试解释,楼价下调时手自客九成按揭或会成为负资产之制,他拿起纸笔计算,市值600万的楼宇,假设三年后先升一倍再跌三成,楼价已是840万元。 他坚信香港楼价长远计必定有升无跌,既然你留在香港,就要遵守这个游戏规则,否则只会被淘汰。 他补充,只要政府一日无法控制外来人口,以及大幅增加土地供应,业主仍可以事无忌惮地加价加租。 随占优势已经很明显,前男友仍坚持,即使供楼三十年,最后仍要被人收购逼迁。 他告诉前男友,现时市建局收购救流的价格水涨船高,当年前扣入物业肯定无得输。 他来坐前再劝他,不上车就难以为另一半带来安全感。